7月23日一早,香港资深艺人汪明泉在微博上发布消息 只有盗贼在前天晚上9点半左右 趁他的外傭带宠物狗散步时,撬窗进入他的房间盗窃 在20分钟内抬走了装有加拿大员、人民币、港员及珠宝首饰的保险箱 还偷走了他与罗嘉英的结婚戒指 还有和大家的特区护照,估计损失总值至少300万元 汪明泉大呼损失惨重 趁这些都是我的血汗险,要养老的真惨 20年内第三次被贼入屋,比重六合彩的几率还高 汪明泉还透露了细节,表示因为即将外游 所以放了一些外币在家中 他说盗贼似乎相当熟悉屋院的环境 屋内安装的监控录像镜头的角度 也被转移至拍摄不到的走廊 由于屋院最近在搭棚装修,使盗贼有机可乘 而香港警方到场调查后 发现屋内一窗户被撬开,有被搜掠过的痕迹 如今案件交关堂警区刑事调查队第八队跟进 暂时没人被捕 另外,汪明泉在微博公布三款失窃的昂贵 而具有纪念价值的珠宝 圈内许多热心艺人,包括杨谦化和合运师 立即帮忙转发 希望堵截狂徒把珠宝转卖 而且早日把狂徒神之于法 不过7月23日晚上,汪明泉和罗佳音一起出席已故艺人刘嘉良的丧礼时 就表示为了尊重逝者,不方便就家里失窃案发表任何讲话 搜狐视频娱乐报道,香港报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,我是大鹏